司马冠打干 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冠 有一天他和三四个小朋友 在花园里在早上上玩 早上下有一个大水干 水干里的抓满了水 就在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 忽然一个小孩到水干里了 小朋友们有的哭有的喊 害怕极了 司马冠不害怕 他找到一块大石头 找破了水干 干里的水流走了 掉到干里的小朋友的桌子了 你看见我的钱包了吗 没看见 你放在哪儿了 我放在桌子上了 桌子里边有吗 没有 是不是掉到桌子下边了 我看看 啊 找到了 开战友谊 宋朝的皇帝赵官亦很喜欢读书 宅相里方边写了一部书叫 《太平欲览》 这部书有 一千万千书有四百四百七十万字 书里计计了各种各样的人和故事 对皇帝处理 这是有一很大的帮助 皇帝非常喜欢这部书 每天都要读 大臣们都担心他太累了 可是赵光义却说 读书的好处太多了 读起书来 我就不觉得累了